田若莉這次在社交網站上宣布和無線合約完結, 更多謝每一位觀眾這麼多年對她的支持和鼓勵。 另外雙鳥事後的她,還說在這12年間為大家演出過無數的角色, 但事後的銜頭、獎項都不及觀眾的愛戴。 田若莉說來感冒計劃,近年香港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和今次全球疫情, 令她深深體會讀,計劃追不上變化這回事, 不如這時候好好想想自己真正需要同中年的東西。 她還說很多人窮一身精力建造屬於自己的舒適圈, 但舒適圈有時只是一個僅僱咒, 變起舒適圈,她更有興趣去探索未知的可能性, 接受挑戰,從中發掘更多潛能。 自己都很期待的情果後踏出加盟會大家演出的那一天。 市場喜歡用的影響方向 出現。 dran到目的關卡。 你有什麼想法。 我會選出的一面後、 Eات少了。